早安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9到11节 好吗 卑微的第九节 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悲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衰残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讲到 我们财富跟地位 是非常吸引人的 很多的人为了财富 就是怜悯也可以不要了 为了地位 他们就可以耍尽 所有的手段 想尽办法 但是很有意思 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卑微的身高就该喜乐 这我们想 大家都是这样的 卑微的身高当然要喜乐 可是下一句说 富足的降悲也该如此 那就是富足的降悲 也应该怎么样 也要喜乐 那就喜乐不起来了 是不是 降悲是不容易的 我记得 我刚刚回来美国 台湾的时候 美国在大选 希拉瑞跟川普在竞选 那本来 希拉瑞的一直都好像 好像这个民调什么都很高 最后 他以为他一定可以当选了 结果没有想到 他竟然输了 那我就看见 哇 这个 这个 希拉瑞 他在 他在这个竞选的过程里面 哇 他是 那个意气风发 他也觉得 他非常地 这个有信心的呀 结果 他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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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选了 那 过了 这个 一段时间 我又 我又在 那个电视 新闻里面 看见 他 他的状况 哇 他就看见 哇 才半年的时间 他竟然 看起来就像一个 哇 这个 这个 好像 这个 这个 很 这个 很苍老的一个老太太 很苍老的一个老太太 在那边 讲话 无精打采 没有气息 那 丢前面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 他承受不住呢 降悲所 给他的打击 其实他不明白 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财富 无论是地位 都像什么呢 雅各 雅各说什么 就像草上的花 用来形容 他说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那 这个 我们看见 昙花 开得很美丽 可是呢 几分钟 他就 他就 在凋谢 那我 感谢神 那这个 我 我有一盆 兰花呢 是去年 去年 有个 姐妹 送 送给我们家的 那 那当然已经 这个 那我就把它养起来 我没有想到 今年呢 他又开花了 那 如果今年 只有开五朵 五朵 那兰花 可以开比较久 是不是 可是呢 最多也是一个月 他也会 掉谢 那 弟兄姐妹 为什么 卑微的身高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 那不是说 身高就可喜可贺 而降杯呢 也要免为期呢 而乃是要告诉我们说 你要透视地上的财富跟地位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喜乐 不是建立在地上的财富跟地位 那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喜乐的生命 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 昨天我唱的那首诗歌 真的 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保罗告诉我们说 他知道 他说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弟兄姐妹 他得了什么秘诀呢 他就透视了这一切 他看见 他的人生 在上帝的面前 他有永恒的盼望 他有永恒的生命 他有未来 这个荣耀的结果 所以弟兄姐妹 她说 我随事随在 都得了秘诀 她的意思是说 我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我身高的时候是这样 我降杯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不看在我的眼里 虽然不是没有感觉 可是我的重点 不在这里 我的重点在永恒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衷心的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富足的生活在地上 我相信天父也是一样 这样子的盼望 但是神更希望的是 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 阿们 是不是 不论在身高或者降倍 富足或者缺乏 都不能改变了喜乐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你只要有这个喜乐 你的人生 就成为一个大不倒的人生 上帝祝福你 与你同在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